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忘心 姐姐夫安 你姐夫刚回城 你怎么这个时候跑这儿来了 正因我姐夫回城了 我这不有时间 过来看看姐姐 喝完小外上了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 忘儿她 怎么了 她不欢迎我 你再也见不到她了 她去哪儿了姐 她死了 什么 忘儿死了 姐 她怎么死的 别问那么多了 姐 那没来没事吧 来了 快 梅兰 你还好吧 死不了 怎么说话呢 好像谁都欠你似的 那姐 要不咱们偏吃饭嘛 我都有点饿了 你到底是来看我 还是来看别人的 当然是来看您的 他是您的弟弟吗 你只说对了一半 你只说对了一半 那你还是我妹妹呢 我也得多关心关心你嘛 梅兰 你怎么了 梅兰 别管她 坐下 不是 一天不犯病她就不舒服 咱们吃咱们吃 坐下 怎么了 怎么着 米莱到了 在哪儿 到家了 这不是我家 那是你 在哪儿 现在是你 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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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的 梅兰 没事吧 吃你的饭 先铃 你帮我吃碗汤 神经病 梅兰 我给你买了个小礼物 望星球 待会儿 我正好找你有事 好啊好啊 有完没完 姐姐 别这样别这样 你们好自为之吧 向灵走 是 姐 姐 姐 梅兰 梅兰 我生死你了真的 梅兰 我会生死你了 你都害死我了你 害你 我这爱你还来不及呢 我怎么可能害你呢 梅兰 对对对 你看 这是 现在城里最流行的 白金项链 好不好看 来来来我给你戴上 你还有心思弄这玩意儿 我的命都保不住了 不是梅兰 你别难过 你这一难过我心里也不舒服 你告诉我 谁惹你了 我我找到拼命去 你找谁拼命去你 就是你欺负我了 你找谁拼命去你 我欺负你 我多长时间没见你了梅兰 别说我欺负你了 我这疼你 我这爱你都爱不够呢 梅兰 梅兰 我怀孕了 这是你干的好事儿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这是你干的好事儿 怀孕了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自从我儿生下来以后 我就没跟老爷同过房 上次要不是你把我变得白的领馆 我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你说 不是 等会儿 你说 我的 梅兰 你这是好事儿啊 你说 如果生了个儿子 你看你要是儿子的话 肯定有我姐姐抚养了 这不是好事儿吗 梅兰 你看你哭啥呀 我的名都要放不住了 你放进 你不想要儿子吗 我帮你弄个儿子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梅兰 梅兰 不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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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兰 姐 以后少到这儿来给我丢人现眼 姐 瞧你说的 我可是你唯一的亲弟弟啊 我再提醒你一次啊 梅兰是你姐夫的二姨太 你可不能对她动心思 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 那要是生米已经煮上熟饭 怎么办呢 那也不行 你说什么 我说梅兰她要死活跟着我怎么办 你说话又要分寸啊 这不是闹着玩的事 姐 姐 我求求你 救救我和梅兰吧 怎么是你和梅兰呢 梅兰她 她 她怀孕了 你再说一遍 你怎么知道的呀 她亲口给我说的 姐 姐我求求你了 你舅舅没来吗 要不她真的死定了 是不是你爱上她了 你编这部故事骗姐姐 是不是 你是骗姐姐的 你是骗姐姐的 是不是 不是 不是不是姐 姐她真的怀了 而且是咱林家的种 真的 姐 是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 林家的脸面都叫你给究竟了 你给我滚出去 姐 姐 你给我滚出去 滚出去 姐姐你听我解释 这也是梅兰刚刚告诉我的 要不是迫不得已 我不会来让你帮我的 我怎么帮你 你说我怎么帮你啊 这种事要叫族人知道了 你是有诚谈的呀 姐 你看看我是林家都门儿份上 你就帮帮我吧 你求求我吧姐 姐要不这样 你让梅兰把这孩子生下来 然后不就应该归在你的名下吗 这样你来不养不就没事了吗 住嘴 你听姐姐的 你赶快走 这倒什么事都没发生 啊 在这孩子出生之前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再来打眼了啊 啊 你要是这次不听我的 没人能救你了 我 我听 我以后我钱贵送你走 你就跟钱贵说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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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来是万儿死了 是来安慰姐姐的 来宽慰姐姐的 好 快走快走 快开地isch lift me 快走 快 hut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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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太太 慢点 小舅爷已经送走了 您还有什么吩咐 这次小舅爷 趁老爷回城之余 特地敢来安慰我 也是他的一片真情啊 太太说得对 但是您为什么 不留他多住几天陪陪您呢 城里事那么多 老爷让他当掌柜了 他待不住 心到就行了 不再时间长短 小舅爷年轻有为 必成大器 这钱庄又会出一个 能干的林掌柜 您可真会说话 我们白家 也全靠有你这么个好管家呀 太太您过奖了 梅兰 我叫你到这儿来陪我念念经 对你有好处 你可要心诚啊 燕娇姐 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我却按你说的做 你们俩下去吧 是 太太 向灵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太太 你知道我为什么 叫你到这儿来吗 是不是枉心的 把所有事都告诉你了 你说呢 我像 简直荒唐到了极点 你说该怎么办 我 真的 我不是自愿的 那么说是忘心强迫你的 林娇姐 您不知道 老爷虽然把我带到城里去了 但是从来都不理我 要不是忘心弘 他安慰我 可怜我 我可能早就不回来这人世上了 你死了倒干净 我这反而害人害己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一缝蛋吃了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我老是抱怀你 我欺你 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我所有的事都听你的 我这些没来 这辈子 我报答不了你 我下辈子做牛做马 我要报答你 只要你能救我 燕娇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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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盖头了 我给你盖头 燕娇姐 救救你 从现在开始 你必须彻底改变你自己 不论对上还是对下 你都要温量攻减让 还有 等老爷回来 你要千方百计的 让老爷和你通房 明白吗 严娇姐 跟你老爷通房 我绝对能做到 可是 可是要让我跟下人 第三下子的 母子也做不到我 那你就等着死去吧 我这也是个祸害 我怎么做人太耻辱了 我受不了了 你也讲耻辱 你害死了望儿 你把鱼儿弄流产了 现在你又干出这种 见不得人的丑事来 我告诉你 你就是死上几回 都数不清你的罪名 我 我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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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罪 你敢在菩萨面前喊云 你就不怕菩萨怪罪你 你不怕菩萨惩罚你 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个事我不管了 喬喬姐 你休有情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我对不起 反正 喬喬姐 你救救我 你救救我 你刚才还说听我的 怎么一转眼你就忘了 我再重复一遍 你必须改变你自己 在老爷回来之前 你必须委屈自己 老爷回来之后 和老爷同一次房 明白吗 我明白了 严教姐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我全都照做就是了 我明白了 谁在外边 他太太是我 玉儿的奶妈让我来告诉您 说玉儿肚子不舒服 为什么不请大夫 玉儿的奶妈说 天这么晚了 先不请了 说玉儿可能是便秘 喝点蜂蜜水就会好的 你要吓死我 我 我是怕玉儿 像万儿那样 所以才来禀报您的 没什么事 我先下去了 站住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进门事先打招呼 一点都不长进行 跟个耗子似的你就溜进来了 再有一次我可不客气 是 是 太太 我 我这回记住了 下去 嗯 赵妈 早安啊 哎呦 二姨太 我是不是起碗了 那个耽误事了 没有 我是怕您一个人 在这忙活不过来 我呢 早点过来 帮帮忙 这可使不得 二姨太 您您先坐会儿 文俊姑娘 帮我招呼着二姨太 我去去就来 好的 太太 您要不要喝茶呀 文俊 以后呢 你啊 就别怪我叫太太了 叫二太太挺好的 是 太太 瞧瞧你 怎么把我的话 都耳瓢疯了 是 二太太 这样叫挺好的 我觉着挺好 以后就这么叫 太太早安 给太太道福 免了 好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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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有事你先忙去 这儿啊 有我跟文俊的 是吧 该做什么 我自己心里有数 用不着你来给我安排 怎么跟二姨太说话呢 没关系 我就喜欢香菱姑娘 这直来直去的脾气 哎呀 哎呀 太太 来了 这是今天您吩咐的 我专门给二姨太做的 她平时爱吃的葱油饼 好 天哪 谢谢太太 客气什么呀 赵妈 也辛苦你了啊 我这是应该的 快尝尝吧你们 太太您也尝尝 肯定特好香啊 来 我先闻闻 太太 太太 您这是二姨太 我没事 我来回 可能就是有点感冒了我 就一大早上您就吐得厉害 这病得不轻呢 太太 您要不要我让钱贵 去把沈大夫请来 给二姨太看看 一定多事儿 二姨她又不是纸糊子 这么点小毛病 分得上请大夫吗 对对对太太 太太说得对 太太说得对 我就是昨天晚上我 我着凉了 我睡一会儿就好了 没事的不碍的 郑妈 给二姨太熬点姜汤 多放点红糖 喝了就好了 对对对 是 太太 来 咱们吃早饭 来 给二姨太 吃点咸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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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来 吃点吃点 你行吗 挺好的 嗯 好 你就喝粥啊 好 你就喝粥啊 来看你来了 二姨太你 云妈要照顾三里太 让我帮助照顾一下云端 一会儿她就把她抱走 您瞧您慌什么呀 嗨 奶妈 是太太允许我来看玉儿的 我也没别的意思 来 快把玉儿抱给我 来来来来 奶妈抱抱 玉儿 哎哟 宝贝儿 二姨太 你看我这儿连坐的地方都没有 文娟姑娘 你去把那椅子擦一下 给二姨太做吧 好的 不用了 哪这么多讲究啊 哎哟 宝贝儿 三姨太 最近过来没有啊奶妈 没有 云妈倒是经常来看玉儿 你看 云端儿比玉儿大不了多少 也没来水吃 可却长得白白胖胖的 可怜玉儿 清天不足 我真怕她养不大哦 奶妈 你可别这么说啊 这玉儿 是白家的金枝玉叶 命金贵着呢 云端儿算个屁呀 没爹没娘见命一条 当然好养活了 真是 阿姨太说的这里 云端儿不知哪辈子修来的福气 能盘上你们这副好人家 奶妈 你这句话我说的爱听 你知道吗 这云端儿啊 就跟玉儿他妈一样 命好 哎哟 笑笑啊 笑什么笑啊 没人要的东西 那我说的不对啊 你看这个孩子 跟白家就是有缘 所以看了他 都说他跟玉儿好像 这 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 你别瞎说啊 二姨太 你别怪我多嘴 我有时候看着云端儿 总觉得他有什么地方 特别的像你 哎 奶妈 你怎么不会说话呀 这是我爹娘从庙里抱回来的 你以为真跟我们家真亲戴故啊 你别瞎说啊 你看我这张嘴又乱说了不是 你可千万不要见怪啊 行了行了 文君啊 时间不早了 咱们回去吧 抱着 我 别走 别走 走 我都想看了 你还当没人的 你还让我入养 你还好 再把你离开 你还好 你还好 我还好 你还好 我还好 我还好 你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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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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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好 没关系 您来了 快坐 文君 您也坐 月妈 云儿还有云端儿 让您受累了 我在这儿 谢谢您了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可担当不起啊 梅兰姐 你到底要什么 你说呀 二太太 元妈 你不是 能说话了吗 是这样 最近 元妈的嗓子好多了 偶尔能够蹦出一两句来 可是一说多了 就不行了 月儿 我记得 元妈以前连声音 都发不出来的 喝了沈黛子的药 嗓子好多了 二姨太 您听 二太太 行了 行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 元妈的嗓子就有救了 谢谢 谢谢 对了 云儿 你最近 身子骨好点没有 好多了 谢谢梅兰姐的关心 云儿 有件事 我一直憋在心里头 我难受 有什么事 您就说吧 我想把玉儿 还给你 为什么 把她抢过来 我把她抢过来 主要是和大太太赌气呢 我把她抢过来 我把她抢过来 主要是和大太太赌气呢 再说 你不害是她的二妈吗 可是 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我于心不忍呢 我还要在这儿 向你赔罪呢我 梅兰姐 你的好意我心里吗 你这么说 我都不知道怎么好吧 你们别招了 我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说给你们听听 元妈你说 你们俩呀 都别着急 二姨太呢 把玉儿给您 您呢 就把云端儿 给二姨太 这样好吗 元妈说得对 梅兰姐 你看行吗 不愿意 不不不 我主是 主要是 怕 云儿舍不得 怎么会呢 玉家老爷 亲口跟我交代我 您是云端儿的妈 我是她的姨妈 那 那以后谁帮我带呀 二太太 您放心 我来帮您带 梅兰姐 咱们两个 还分什么 你都我的 原来怎么样 现在还怎么样 从今以后 你就是云端儿的亲妈妈 云端儿 是我们的命根子 我们不会不管 云端儿的 嗯 就这么说定吗 就这么说定吗 老爷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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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我说 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 老爷 您这一路啊 辛苦了 来 快回我屋里歇着吧 文君 快过来 赶紧回屋 给老爷准备洗澡水去 是 是 二太太 来 老爷安靠 云儿 你怎么都出来了 云儿 你身子骨还没好力 所出来凑什么热闹 快回去歇着去 对 老爷 你也辛苦了 快回屋歇着吧 老爷歇着去 太太我们先走 走 老爷 瞧这一路累坏了吧 来 都愣着干什么 散了 每次老爷回来 都没个动静 今儿这是怎么了 大伙都跟约好了似的 真弄不明白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个人有个人的心事呗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说 二姨太在跟三姨太争宠呗 那我也是在争宠 不是不是 当然不是了 我看你最近说话 是越来越古怪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 瞒着我呀 没有 我能有什么事 难得过您呢 大院里的事 该知道的和不该知道的 自己要有分寸 该说的和不该说的 自己掂量着 放心吧 太太 我跟了您 我跟了您这么久了 这点规矩都不懂 您不是白疼我呢 你好自为之 老爷 老爷 你就不能在我那儿歇会儿 她过去吗 鱼儿有身孕 我这心放不下 没你什么事了 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吧 老爷 老爷 你等等我 老爷 老爷 我也得去呀 鱼儿 老爷 明兰姐啊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袁妈呢 来 老爷 坐 坐 老爷 梅兰姐 鱼儿 你看看你 本身就有孕在身 还忙着照顾别人 真是 我也不是第一次怀孕了 没那么娇怪 鱼儿啊 这梅兰呢 说得有理 你呢 也别太成能了 老爷 您就放心吧 这段日子您没在 都是我亲自照顾云儿的 是吧 云儿 是 梅兰姐 这段日子辛苦您了 要不然 我哪有现在的精气神啊 瞧你说的 谁让你是我娘家的妹妹呢 是不是啊 云儿 你是不是病了 没 没有啊 那为什么吃药啊 老爷 你看这您就不懂了 云儿啊 他喝的是安胎药 是 安胎药 老爷 太太请您去吃午饭 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回太太 说我们一会儿就到 太太说 三姨太刚刚小产 让袁妈把饭端过来 什么 女儿怎么了 你再说一遍 不 老爷 你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这个死点儿都还不快下去 你站住 老爷 我什么都没说 我什么也不知道 老爷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牛儿 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爷 你笑家轻儿 你听我跟你解释 走开 我眼心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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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随后就到 老爷来了 老爷 念教 我问你这云儿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就别装糊涂了 我是问云儿这肚子里 孩子是不是没了 我当什么事呢 问这个呀 孩子没了可以再怀吗 你看你动这么大气干嘛 这云儿的命 怎么就这么苦了呢 这云儿也真是的 老爷才回来 亲还没喘云呢 说咋什么事不好啊 静姐让人听个丧气的事说 太不动事了 老爷 太太 你们赶紧吃吧 这饭菜都凉了 没来呢 她怎么没来啊 老爷 太太 太太 老爷 二姨太晕倒在三姨太房间里了 醒了之后就突然呕吐不止 你是怎么伺候的 你是怎么伺候的 二姨太今儿个说了 不叫我跟着 她说 她要亲自伺候老爷 你这个时候不在她身边待着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三姨太说 让钱贵去叫大夫 可是二姨太太 死活都不让 好端端的 有什么病啊 不能动不动就请大夫啊 太太 二姨太 她现在人都站不起来了 还躺在三姨太屋里呢 把她抬到自己房间去 她要死要活随她的便 老爷 老爷 您这话说的可有点过啊 不管怎么说 她也是你的二姨太呀 香菱 你在这儿伺候老爷 我去看看就来